好 继续来关心凯米台风25号的凌晨12点 在宜兰的南澳登陆之后呢 快闪4个小时 清晨4点20分左右 在桃园的新屋出海 而在25号上午新城乡 竟且对同仁们前往各村 清除影响交通的路数以及障碍物 并且展开了3天的灾后复原工作 让民众回到正常的生活 开明台风25号凌晨12点在宜兰县南澳湘登陆之后 快闪4个小时 清晨4点20分左右 并且在桃园新屋出海 虽然花园县今年白天还是下载 不过现在相公所在25号一早 兵力配合清洁队同仁们进行 乡内道路清除账务的作业 包括北部路 家里山街 到复兴路 荣泉公园 以及台九线上清除账务 大哥你们几点就开始清了 几点就开始清了 早上8点就开始了 几点多到8点开始了 所有路面的树根这样子 而这次开明台风清洗之后 现在像唯一的蓄美机器 在20号晚上和25号一天当中 水位高度在警戒范围之内 吸水并没有暴涨 可以说是度过一个安全的夜晚和白天 25号上午清洁队员和开口企业的厂商 一同出动清除各村大街小巷 同时也在各道路进行道路畅通 不会影响到村民出入口 公所也期待台风远离之后 能够让乡亲有平安顺畅的道路 并且告知乡亲现成相当的平安 如有农损已经折成农业公共课 近期查报 记得中心的下午到